另外24号的晚间10点左右 绿岛安检所的人员接获陈信船长的通报 一艘新港籍渔船在绿岛灯塔左侧的岸边 择潜请求协助 绿岛安检所人员以及第15海巡队 立即派遣人员前往协助 但是当时因为正值退潮 多次的脱带之后仍没有成功 直到25号的上午9点涨潮之后 顺利脱困并且返回了绿岛南辽渔港 从画面上可以看见海巡人员 正在岸边进行介护的工作 因为海面上有一艘新港籍的渔船 在绿岛灯塔的左侧岸季发生了搁潜 24日晚间接近10点左右 绿岛安检所接获一名陈信船长通报 表示在绿岛灯塔左侧的岸季发生了搁潜 请求协助 而海巡人员火爆后 也立即出动了巡防艇 以及岸季人员前往现场 当海巡人员赶抵现场时 发现已经有两艘渔船在现场进行救援 但因为正值退潮 多次拖拉都无法成功 因此众人决议待明日涨潮时 再进行脱带作业 在25日清晨6点35分左右 搁潜的渔船也利用涨潮时 自行脱困 平安返回绿岛的南辽渔港 本所于24日晚间9点55分 接获民众通报 一艘新港籍渔船 威家号于绿岛灯塔 左侧海滩 因航行不慎搁潜 那本所立即派遣救生人员 前往案记 来实施安全介护 那后续啊 该船法由两艘热新的船舶 即利用潮汐涨潮 来实施脱困 首先整起事件并没有人员伤亡 而第一上暗巡队也呼吁 如果这暗季以及港区发生事故 也可以拨打118的服务专线 海巡署将会立即派员前往救援 记者陈吉林 绿岛相报导